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 警察碰了个难题 有个逃犯 他们整整找了20年 穷尽一切办法和手段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先进手段 可就是找不到一点东西 简直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真是谁呢 他到底躲哪儿去了呢 我们从头说起 事情是发生在20年前 也就是1999年6月的一个晚上 四川旺苍县警方突然接到报案 说是当地有人迟疗行凶 有个叫潘刚的男子被人刺伤29股刀 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身亡 据说当年他只有24岁 如此年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 让人惋惜 而如此恶性的案情 很快就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同时也让旺苍警方高度紧张和重视 根据警方调查 事情是发生在当地的一座桥上 目击者说呢 当时行凶的是三个男青年 事发一个月后 警方就抓住了其中的一名男青年 就是这位 他叫王平 王平承认当年晚上呢 他的确参与了伤害潘刚 另外还有俩人 一个叫狗家中 另外一个呢 是叫索小江 这三人是朋友 当年也都非常年轻 其中索小江啊 还只有19岁 那么当天晚上 王平他们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据王平说呢 当天晚上是索小江 突然气呼呼地找到他们 说他在歌厅里边打了 希望兄弟们帮他出口气 那么是谁欺负了索小江呢 据说就是为派人潘刚和他的几个朋友 王平说当时他们都只有20多岁 年轻人嘛 雪气方刚 加上平时就不怎么学好 一听说自个儿的好兄弟被人欺负了 那怎么行啊 哎 头脑冲动的三个人 就真的拿着凶器上街找人去了 结果在事发的这座桥上 还真的看见潘刚他们一伙人 三个人是不由分说 直接就冲上去了 其他人嘛 跑得快都没追上 唯独潘刚个子比较瘦小 动作也不快 就落到最后了 被他们给追上了 照王平的说法是潘刚欺负人在先 他们报复潘刚不慎要了对方的心 可是对此呢 潘刚的家人却表示难以接受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王平的说法 这位是潘刚的母亲 事发之后她是受打击最大的 而一老人对儿子的了解 潘刚是个性格很温顺的人 也不是那种喜欢在外头惹事的孩子 她不可能会在歌厅里头先动手打人 事后呢 警方也询问了和潘刚一起去玩的朋友 对王平的说法 他们也表示否认 说当天晚上 他们并没有在歌厅和谁发生什么冲突 更没有打人 跟索小江也不认识 这么说难道王平在撒谎不成 可是对此王平很坚持 一段时间之后 另外一名凶手狗家中也落网了 经过审讯 他的供述和王平一样 的确是索小江找到了他们 说自个儿被打了 让他们除灭 至于索小江是不是真的在歌厅里头被打了 还是和潘刚另有过节 狗家中说那他们就不清楚了 好吧 这么看来要想知道案发真相 只能找到索小江了 而且按照王平和狗家中的说法 他是凶案的发起人 是主犯 也只有尽快把他抓捕归案 才能真正的还受害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可是让旺苍警方没有料到的是 想要找到他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像我们开头说的那样 这个难题整整困扰了他们20年之久 20年的时间里 为了找这索小江 他们可谓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什么手段都用尽了 就是找不出一点线索了 这怎么会这样啊 这索小江到底是躲哪儿去了呢 这位叫黄永仙 他是当时案子的侦察员 专门负责索小江的抓逃工作 黄永仙说呢 当时针对索小江的下落 他们首先就询问了他的两个同伙 王平和狗家中 据王平说呢 当晚逃离现场之后 他和索小江狗家中三个人 在旺苍待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呢 他们听说被刺者伤势很重 知道大事不好 于是三个人就分别逃离了旺苍 他们也不知道索小江是逃到哪儿去了 随后黄永仙和同事又去了索小江的家里 可是对他的去向呢 家人是纷纷摇头 据了解索小江从小母亲就去世了 父亲再婚之后 他和继母的关系也不太好 之前就不再家住 平时呢也不能回家 据说案发前几天回来过一次 之后就再也没和家里联系过了 当时是20年前 警方的侦查手段还比较有限 只能从他的亲戚朋友身上找线索 这个索小江呢 却不和任何人联系 于是呢 警察的调查就没了方向 警方也无奈呀 只能先把王平和狗家中移交起诉 经审判 法院认定 这俩人受索小江邀约 为了报复 持刀将被换人潘刚 连续砍刺29刀 造成死亡 后果严重 构成故意杀人罪 这俩人全都被判了死刑 换期两年执行 两个同伙都服法了 主犯索小江却逍遥法外 当江的真相到底如何 他为什么要加害潘刚 这都还不清不楚 你说这么大一案子 它迟迟不能完结 可想而知 警方这边的压力得有多大呀 他们多次派人前往全国各地追捕 可全都无根而返 受害者家属那边更是冤屈难平 煎熬当中 时间一晃就过去十多年 2017年黄景仙被任命为 旺苍县公安局情报大队大队长 他的手下大多都是 有充滨年轻的侦察员 再加上近些年 我们国家的刑事侦察技术 有通飞猛进的发展 这就让黄永仙觉得 抓捕索小江的时机到来了 采取了一个人像比对 将他当年留下了一个照片 再穿过这个人口库里面去比对 看看会不会有没有 把身份漂比这种现象 没错 当时黄永仙首先想到的办法 就是进行人像比对 为什么呢 就像黄永仙刚才说的 毕竟他们找了这么多年 都没找到这个索小江 他很可能已经改名换姓 漂白了身份 虽然身份可以漂白了 虽然这十几年过去了 但是一个人的基本容貌 总还是很难改变的 于是呢 他们就赶紧调出了索小江 当年的这个照片 那么结果呢 出人意料 居然没有比重 没比重 黄永仙也很意外啊 因为警方之前已经用这个办法抓了不少的逃犯 但是不要紧 条条大路通罗满 人像比对不行 那就换个法子吧 我们就上上大数据吧 警方的判断是这样的 如果索小江只是躲在了哪里 但依然或者偶尔仍然在用自己的身份生活 那他肯定就会外出乘车 肯定就有住宿记录或者消费记录 这些记录的大数据系统 你都可以迅速的把他们调取出来 那么结果呢 再次出人意料 也没有任何发现 这项呢 黄永仙也觉得不可思议了 一大活人啊 如果他还在世的话 在这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 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 所以呢 黄永仙他们不得不怀疑 难道说索小江已经不在人世了 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于是呢 他们又采集了索小江父亲的DNA 和全国DNA数据库里的 众多无能尸体进行了比对 可结果呢 还是没有比重 您瞧啊 人像比对 大数据 DNA限定 这些高科技的手段都试过了 可就是一点像头都没有 索小江到底去哪了呀 那总不可能真的就人间蒸发了 在这呢 可以先跟大家掏个底 他当然是没有人间蒸发 也没有去世 他还活着 那为什么查不着他呀 这么跟你说吧 那是因为他现在正藏在一个 黄永仙他们怎么都想不到的地方 一个对于警方来说 远在天边近在直触的地方 还有这种地方 会是哪啊 接下来又该怎么把它找出来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 手机江一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 旺苍警方用尽了所有的手段 就是找不到索小江那人 那到底藏哪儿去了 转机是出现在2019年春天 当时呢 黄永仙他们也是苦思冥想 他觉得这么多高科技的手段都找不到 是不是得换个思路回归传统 再仔细捋捋索小江这个人的个人经历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遗漏 这么一捋呢 还真就发现了个情况 之前说过索小江呢 因为跟家里关系不好 从小就缺乏管教 也外读书 一直都是在外边游手好闲 四处闲逛 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 而二十年前 就在潘刚的案子发生之前 他其实还犯过一桩案子 因为他有一个盗窃的 那个当时一个行政案件 是的 当年就在潘刚遇害案发生的前一个礼拜 索小江就曾经因为盗窃 被旺苍警方拘留过 这情况之前 黄永仙他们也有所了解 但是因为当时已经结案 也就没有过多的在意 如今索小江迟迟找不到 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 黄永仙想了 是不是可以再去翻翻那起旧案 找找线索 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他和同事一起找来了 二十年前的那份盗窃案的卷宗 而当他一打开 一个万分惊喜的发现 出现在他的眼前 在索小江的这份笔录上 暗有他的一枚指纹 是一枚清晰的 左手手指的指纹 当时看到这个 黄永仙简直是要跳起来的 他怎么都没想到 二十年前的老卷宗里头 居然还隐藏着如此重要的信息 这个信息在原来也许 不一定能马上产生作用 但是现在 他可以马上和另一项高科技手段 联网 查找真凶 这还等什么呀 如果质保的警察 赶紧把这枚指纹 就输入到了全国的指纹库 而这个结果 更是让他们激动万分 真的还就比重了一个人 结果就比对上了一个在富南成州 一个叫彭德勇的这个人 和这个指纹相同 彭德勇 他是谁呀 信息显示 他是湖北五穴市人 可是当调查到他的身份的时候 情况再一次让人无比意外 相信接下来大家听了也一定会很吃惊 他就是彭德勇 信息显示 他居然是一名犯人 目前正在湖南一座监狱里的服刑呢 黄永迁当时都惊呆了 说这不会吧 这边铺天盖地的找人 结果这人在监狱里都待着 他们甚至都怀疑了 这个彭德勇 真的是他们要找的那个索尾江 你看两个人从整体看 你看他嘴唇 还有鼻子 眼睛 整体看 耳朵的形状是一样 对 耳朵形状一样的 你看吧 二十年过去了 虽然脸型和发型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五官上看得出来 两个人还是很相似的 再加上指纹这个确凿的证据 黄永迁他们认为 这彭德勇应该就是索尾江没错了 很快 他们就查到 这彭德勇是2006年的时候 因为犯团伙抢劫队 被判处 15年半有期徒刑 现在嘛 他应该还在湖南衡阳的 燕北监狱里都服刑呢 此时此刻 黄永迁是既兴奋又感叹 兴奋的是找了二十年的人 终于找到了感叹的是 原来这索尾江从06年开始 就在监狱里待着了 难怪找不到他任何的生活轨迹 也难怪他不和家人联系 不过另外一方面 既然人就在监狱 那就简单了 直接到湖南的监狱找人不就行了吗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 觉得再次让人杀眼了 但是他们余政口和监狱 就是说管理部门去联系 后就说结果一查询 这个人已经释放了 释放了 没错 监狱方面传来消息 彭德勇虽然被判了15年半 但是由于表现良好 获得了多次减刑 已经于2018年1月份被释放了 不过有人可能会说了 没关系啊 再继续查找啊 毕竟他在监狱服刑那么多年 应该有记录 家住在哪 联系方式是什么 这不难找吧 可结果呢 可以说我们今天这事 真的是一波三折 让人头蹭的地方还就在这儿了 这样是正常的这个罪犯刑满释放 有住址有家人 的确很容易找到 可这彭德勇不同 据调查 他在监狱里是出了名的三无人员 三无人员就是什么 就是坐牢的这十几年 没人看 没打过一个电话 没有人给他冲钱或者寄东西 而他唯一留下的一个东西 只有一封自个写下的生平简介 就是这个 上面是这么写的 罪犯彭德勇从小被父母遗弃 后被养父收养至六岁 后因养父死去 被一个名为大瞎的人骗取卖花 爬窃 为他赚钱 后因在广东被抓 曾被收容过 后来到陈州十九年了 很显然 这些经历都是他杜撰的 你看看 这彭德勇多么的善于伪装 把自己的身世 编得这么可怜 让人同情 并且没有留下一点有效信息 所以他这一放 简直就如同泥牛入海 难觅踪迹了 怎么办呢 慌永仙起初也很迷茫 不过再一想 他觉得 可能还是从索小江的生活轨迹 来寻找线索 既然他这么多年都躲在监狱 说不定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虽然他从来不和外人联系 但是和监狱里边的人总打交道 会不会透露过一些什么 一查 果然他和一名 陈州籍御友关系挺好 而且出狱前 他还要了那名 御友家人的联系方式 很可能会联系他们 于是黄永仙和同事们 连满赶到了湖南陈州 找到了那名御友的家人 御友的家人表示 2018年6月的时候 的确是有一名自称姓彭的人 通过电话和他们联系过 但是那只是问候 没有留下具体的联系方式和住址 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又断了 这眼看着希望又没了呀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名和彭德勇关系好一点的 湖南长沙籍的犯人提到 他家人前段时间来探监的时候说 彭德勇曾经与他妻子联系过 一听这话 黄永仙他们又连夜赶到长沙 找到了那名犯人的妻子 对方表示 的确是有这么回事 江美的电话给他打过的 他记得很清楚 因为他是一个单位工作的 一个财快工作人员 他对素质比较敏感 我们找到了电话号码 就是这个号码 是广东江美的号码 可是当警方查到这个号码的时候 这个手机号已经停不进了 但是没关系 警方查到他捆绑了个微信号 这微信号的备注名 正是彭德勇 通过技术手段 警方终于否定 彭德勇现在就租住在湖南 郑州市的一间名房里 2019年3月20号 通过蹲守 黄永仙他们终于抓获了彭德勇 空审当中 他承认 自个儿就是逃亡了20年的苏小江 苏小江终于落网了 压在黄永仙心头 20年的巨石也终于落了地 是啊 确实太不容易了 想想看哈 这么多年 中间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 几度绝望 终于还是把他抓获了 真的是大快人心 而听到这消息 潘刚的家人也是激动不已 凶手到岸了 急压在心头20年的疑问 终于可以解开了 这也是警方想问的 当年 索小江到底为什么要加害潘刚呢 是如王平他们说的那样吗 三个年轻人一起用事 还是他和潘刚另有仇恨 索小江的这个交代令人意外 索小江说之前王平他们说的没错 当年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的确是因为自个儿先在歌厅 被潘刚有仇恨打了一顿 据说嘛 起因就是因为前一天 索小江在街上和潘刚的朋友 发生了一点口角 起因是在暗发的前一天 索小江在街上 就遇到了一个姓妈的一个亲眼 一个亲眼人 她和她女朋友在一路 当时索小江就说了一句 这个妈姓亲眼女朋友 是个小姐 然后在第二天 他们在歌厅里面遇见了 那这个妈姓一个亲眼 她觉得 我送过女朋友小姐 然后她几个朋友 就把索小江叫出来 叫到车里面 叫鱼了一顿 后来在警方的追问之下 当年潘刚的朋友也改口了 当年他们确实撒了谎 事发当晚 他们的确是在歌厅 先打了索小江 不过随后索小江又说了 虽然起因是这个 但是当时她并没有主动让王平他们去帮她出头 而是王平强行去替她出头的 王平因为他那个时候一直讲 他一直讲 以后我就是你大哥了 他就以后你跟着我 问他那个意思 是不是 他走到那里听到这个事 他觉得没面子 好像觉得 他以前因为他讲过嘛 他就有什么事 我找着你 在这个武庆这里 人有人敢搞你 你找我 其实我没有想要找他 最后警方就这个问题询问了王平和狗家中 他们并不承认 因为俩人是先后落网 案发之后也没有交集 警方认为他们没有串供的可能 应该是索小江的必中就轻 逃避责任 到了这个地步 索小江还想狡辩 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事实上据了解 逃亡的这些年 他也一直是屡教不改 苏小江说 当年案发之后 他就四处逃窜 并且找人做了一张 名为彭德勇的假什么证 但是因为没有什么生存本事 他就干起了老板行 偷盗和抢劫 所以这些年 他不是在坐牢 就是在坐案 从来没有过正经的工作 和家庭住职 也没有机会和家人朋友联系 这也是为什么20年来 旺仓警方花那么大力气 四处追捕 却始终无法找到他的原因 虽然他阴差阳错的侥幸 躲过了这些年 终究还是要为 自个儿的行为付出代价 目前因为涉嫌故意杀人 河小江已经被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了 到这儿 悬了20年的案子 终于有了结局 对于潘刚的家人 和旺仓警方来说 这是极大的安慰和释怀 多年的坚守和努力 终于有了回报 相信法律会给 无辜死去的潘刚一个交代 其实回头看看 索小江这人 可以说 这人生极其失败 这里头当然有 家庭教育缺失的因素 但是更多的是 他自己放任自己 这个丧失底线 任由自己的歪路上 越走越远 所以真的得提醒一些人 尤其是年轻人 不管做什么 得走正道 尤其不要跨越底线 不然的话 人生这番棋 很可能是一步错 步步 在我转换 我转换 不能就像你 我转换 你 你 我转换 我转换 你 我转换 你 我转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